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将是本节课 课程的内容关键所在 在选择制定价格战略时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以下这五个基本要素 真实的成本和利润 产品或服务的顾客认知价值 细分市场的差异定价 可能的竞争性战略反应和市场营销目标 而基于不同的目标导向 还可以大致将定价策略划分为三个类型 分别是以成本 需求或竞争为中心的传统定价方法 在常见的分析方法中 成本加成法和目标利润法 都属于成本导向定价法 其中成本加成法是最为基础的 主要是指在产品的单位成本上再加一个标准的加成 当然这种方法先对于需求导向的竞争方法 将更加容易应对成本的变化 但是容易忽略市场需求的变化 这一重要因素 目标利润法则要根据企业的投资综合 预测销售量和投资回收期等因素 确定一个目标利润率 通过量本力分析法来制定出产品的最终价格 认知价值定价法则是明显的需求导向 它把价格建立在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主观评价上 依据产品本身为顾客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来推定 顾客可能的认知价值水平 进而确定该产品的价值 最后差别定价法便是竞争导向方法中的 较为常见的一种 它具有明显的进攻性 企业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 必须先借助营销方式 努力使所生产的同类型产品 在消费者心中树立其不同的产品形象 最后根据产品本身的特点 确立一个比竞争者价格更高或者更低的价格 而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顾客感知价值被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 以价值为中心的定价政策 愈发成为了居多企业的选择 定价路径更强调的是 产品价格与客户认知价值之间的匹配程度 而不是以往那种定价受成本驱动的旧思想模式 在价值定价的过程中也对价格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需要具备更为宏观的视野 意图于营销战略角度来制定价格 这也意味着价格制定者要充分考虑企业的营销目标和战略目标 将价格制定视为整个企业的战略行为 当然在充分考虑本企业特点和市场营销状况的情形下 企业如果充分落实这种定价战略 并接受其指导 将有可能依靠现有资源去获取更多的利润 此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主要的定价方法 并且知道了价值定价方法在战略高度上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价值价格和成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能还缺乏更为立体的理解 其实价值反映的就是消费者从产品处能够获得的全部利益或满足 它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产品获得的使用价值、效应 而顾客感知价值显然就是实际体验过后 或者在受相关营销方式的影响之后 顾客主观感知到的价值 这种价值可以通过顾客愿意为之付出的最大金额体现出来 可见价格实质上是产品实际价值 与顾客感知价值之间匹配关系的展现 关于这一点从途中我们可以得到更为直观的理解 当产品价格小于顾客感知价值 消费者就会存在购买动机和可能性 此时产品成本为定价提供下限 顾客感知价值为定价提供上限 当顾客感知价值越高 产品价格越接近感知价值的时候 产品价格越远离产品成本 表明存在着更大的利润空间 产品价格与企业竞争力息息相关 但是在分繁复杂的价格世界里 企业究竟应该如何选定最为合适的定价政策 以便应付市场竞争保持市场占有率 百质追求最高利润呢 事实上 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尝试 人们也试图用文字和理论加以总结 例如欧赛斯品牌就总结并分析了这六种常见的定价策略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 本节课也会做进一步的补充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逐个的进行探讨吧 渗透定价政策其实就是低价策略 以及所谓的薄利多销 在新产品善事之初 企业往往设立低价价格 以威力阻止竞争者进入 通过牺牲高毛利迅速占领市场 之后再用适当方式来提高销售价格 但是这家难以树立优质品牌的形象 且可能面临资本难以回收的问题 春秋航空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它通过实施低成本战略 为这种渗透定价保证的利润空间 继而出现了将低价机票 卖出暴力的现象 撇子定价政策则与渗透定价相反 是一种高价策略 在新产品善事之初 企业会设立较高价格 尽可能在产品生命周期内 获取高额利润收回投资 适用于质量形象加 有特色且短期内不容易被模仿的产品 以及信誉较高的企业 它有助于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掌握价格调整的主动权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具于主动地位 此外还有利于塑造高价优质的品牌形象 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问题 例如高价后利时期短 且会限制消费需求 不利于后续销路的进一步扩大等等 那而是便是借助 严格控制的高品质 成功实施了撇子定价策略 并借此达背了诸多竞争对手 树立了独树一致的品牌形象 组合定价是为了尽可能的合理处理 企业内各产品的价格关系 以实现整个产品组合的利润最大化 它包括以下几种可能的组成结构 其中产品线定价政策是指 产品线内的不同产品 要根据其不同的质量和档次 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以及竞争这产品的情况 来确定不同的价格 即确定同一产品线中 不同产品之间的不符 例如酒店内通常会设立 多种房型和房价 这使得顾客会在心中 自发形成不同的档次 并且在消费时 基于自身消费水平 选择对应档次的房型 从而消除了选购时的犹豫心理 绒绑设定价 是将数种产品组合在一起 以低于分别销售时 支付总额的价格销售 例如吃饭时常见的套餐 以及OTA平台上 机票捆绑酒店的策略 分布设定价 是先以免费或者低价 吸引消费者 之后再逐渐推进的这种消费 如一些公园需要购买门票 才能进入 入园后一些特殊项目 还需要额外收费 备选品定价策略中 会提供主要的产品 产品的同时附带提供备选品 且通常主产品便宜 备选品价格高 例如生活中常见的是烧烤便宜 啤酒贵 附属产品定价政策和上一个比较类似 波塔是用价格较低的主产品 吸引客源 之后借助价格较高的附属产品 回收利润 例如科达借助物美价廉的照相机 带动了它专门匹配的胶卷的盛行 单一定价 顾名思义就是 把接近价值的产品组合 放在一起进行销售 此时消费者可能会避免对价格思考和比较 价格歧视政策 实际上是利用了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向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相同等级 相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在消费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 从而谋取利润 此前 协程曝光的机票价格歧视事件 便是一桩典型的案例 动态低价政策 是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自身供应能力和顾客的购买力 以不同的价格将同一产品 适时地销售给不同的消费者 或者戏份市场 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其实质仍然是市场供需决定价格 例如航空公司和酒店 在淡季会降价 在旺季则会提价 标价心理政策 则是在价格浮动不大的前提下 通过尾数、对比、拆分、措辞、替换等手段 努力让消费者从心理上乐于接受产品和价格 价格领先政策 制定的价格具有权威性 为其他同行业企业所追随 更适用于实力强大的领先企业 价格追求者政策更为常见 且与上面的定价政策正好相反 意思是 企业在定价时主要参考大企业的领先价格 效益定价政策则比较传统 需要通过对产品销量、成本的计算 找出一个可取得最高销售利润的最优价格 最后折扣政策是指 为鼓励顾客及早付清货款 回收现金流 或者是淡季期间刺激消费 企业会在价格上给顾客优惠或者减除 酌情调整其基本价格 本节课主要学习了定价方法和定价政策两块内容 其中定价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识别价格制定的 关键要素和逻辑 多种多样的定价政策 则有助于更灵活的应对和理解 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 以上就是本奖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聚 同学你好 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 本节课我们将一同学习价格是如何制定的 其制定流程和步骤有哪些 价格定位就是根据产品的价格特征 西方市场需求等诸多要素 将产品价格确定在一个区域 从而在顾客的心中建立起一种价格类别的形象 而这种对价格的深刻印象最终也能帮助产品在顾客的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价格设定的合不合理 将直接关联到产品定位和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一般来说 企业经营者需要制定并确定价格 之后再进行修正 以确保这个价格策略与目标市场和产品价值相匹配 等这套价格体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之后 仔细观察消费者市场和竞争者等对象的变动和反应 然而在考虑是否需要调整价格 以及如何调整价格 在价格制定的过程中 从外到内分析定价的过程更为科学 也就是说先确定企业自身的战略定位 以及可以给顾客提供哪些价值 然后再倒退到内部成本的重构和价格的制定 而不是简单的 在确定总成本后 用加价的方式来定价 因此经营者往往需要经历这些步骤 选择定价目标 确定需求 估计成本 比较竞争对手 选择并权衡定价方法 最后才能确定最终价格 首先 定价目标和企业的战略方向相挂钩 而不同的定价目标 也会影响到企业定价政策的选择 例如 当企业以规避竞争为目标时 就可以采用随行旧式的定价方式 当推出新产品时 或者成立新品牌和新企业时 属于在最短时间内打开市场 扩大市场份额的目标 企业大多会采用低价进入 就像特斯拉的Model 3和Model Y汽车一样 他们通过大规模降价 逐步渗透进入了市场 定价目标非常的多样化 可从拓展、利润、销售、竞争 以及社会等角度进行细化 对市场需求的洞察非常重要 但是市场需求非常容易变动 经营者可以借助PEST理论 也就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 等比较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或者也可以从人口统计指标 消费者偏好和替代品价格等方面着手 此外 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反映出产品价格的上限 具体来说 就是市场需求对于不同产品的价格变动 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一般来讲 需求弹性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 但有些产品 或者说在某些特殊时候 这种需求曲线的斜率可能会比较小 甚至接近90度 比如说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 很多商务酒店客户 以及客运航班客户 在大幅降价的情况下 仍然取消了原定计划 此外 在一些情况下 消费也很容易缺乏弹性 像茅台酒那样 只有很少 甚至是没有替代品 或者对应市场的消费者 本身对于价格不够敏感 甚至是一些买者 非常认同某产品的价格 哪怕它比较高 但无论怎样 在定价之前 经营者应该明确 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属性 从而确定需求 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其实市场需求的变化 存在一定的逻辑 一些方法和技术的运用 能够帮助经营者 更好进行预测 比如说 统计分析法 价格实验法 和询问判断法等等 前面提到 需求和顾客感知价值 能够给出定价的上限 相应的 产品成本 则能够帮助明确定价的下限 产品的总成本 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 当出售价格比总成本大时 说明企业在交易中 可以获得可变的利润 当出售价格比变动成本大的时候 虽然有部分固定成本 没有办法完全覆盖 但在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可以进行交易 因为并不会给企业带来 非常严重的损失 就像需求一样 成本也不会一成不变 因此需要明确 在不同的产量水平下 成本的变化 以下这两种方法 可以为经营者提供帮助 一种是基于经验曲线的成本行为 例如对于某些产品而言 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增加一倍时 根据以往的经验会发现 此时的单位成本会降低10%到30% 另外一种就是差别营销报价的成本行为 这种需要根据具体活动成本进行会计核算 目标成本法采用的是倒推的逻辑 也就是根据目标利润来计算的目标成本 从而确保最后的成本项目 不会超过目标成本 当然在市场需求 和企业成本所决定的价格范围内 企业还要分析竞争者的成本 价格和可能的价格反映 因为竞争者的产品价格等信息 也是企业制定自己价格的起点和参考标杆 当企业所提供的产品 具有相似竞争者所没有的特征 比如企业产品在品牌或者质量方面具有优势 那么就可以衡量该特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 并将它加到竞争者价格之上 也就是定价比竞争者高 反过来 单竞争者的产品 就我们在产品所不具备的特征 那么就应该从它的自身价格中 减去这一价值 而如果企业提供的东西 与竞争者提供的东西非常相似 那么就可以把价格定得接近于竞争者 奥迪在与宝马竞争时 成功使用了遏制性的战略定价策略 其实就是灵活地运用这个逻辑 在完成上面四个步骤后 其实就已经得到了可行的价格区间 此时 经营者可以从成本导向 需求导向和竞争导向等三个类型的方法中 选择一个 并且运用相应的具体方法来确定最终价格 但是价格的确定不是一处而就 还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来进行修正 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完整 丰富全面的价格体系 地理定价指的是 对于不同距离或不同地域的地方 会实行不同的价格和交付款项的方式 比如说 啤酒离生产地越远 价格越高 折扣和折二定价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式 例如 酒店和OTN合作中 会根据平台的可受房数量 适当分配折扣 也就是所谓的数量折扣 季节折扣 则更多的出现在淡季 促销定价中的心理折价 较为常见 经营者会利用消费者的心理账户 通过故意给产品设定一个较高价格 然后大幅度降价出售的方式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适合高端酒店的品牌 否则可能会损害其本身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最后 产品组合定价的使用 有利于确立一个 能够在整个产品组合方面 获得利润的共同价格 其具体的定价方式 在此前的课程中 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不知道你对于这个事件 还有没有印象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因为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海底捞和西北餐厅 先后实现的涨价策略 结果并没有得到广大消费者的理解 还招来一波舆论危机 如果你感兴趣 客户可以结合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深入思考原因 但在这里我想借助这个例子引入后面的课程 也就是说价格调整策略 现实中降价和提价现象非常普遍 有些企业能够借此获利 但是因此而引起的负面效应和报道也不少 其实价格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也是需要斟酌的 首先拿降价来说 它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一是生产能力过剩 使得供大于求 二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成本逐渐下降 三是在竞争发起价格战时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应战 但是降价策略带来的风险也非常明显 例如过于平凡的借助打折促销降价的方式 来增加客流和销量 将有可能让消费者怀疑产品质量 进而损害品牌的形象和长期利益 当然借此获得市场占有率 也有可能是一种假象 或者非常难以维持 此外企业可能会陷入严重的价格战之中 最终导致的可能是两败俱伤 而提价策略更多的是在成本膨胀 供不应求 产品升级和竞争者减少的这些情况下发生的 而它所带来的风险也同样值得关注 就如海底捞涨价一样 如果企业的涨价在当时不能说服消费者 或者说超过了顾客的认知价值 那么就很可能招致消费者的负面情绪 当竞争对手调整价格时 企业也会随之出现很多可能的反应 例如当竞争者降价时 企业很可能会实行以下这些策略 一种比较直接的反应是跟着降价 不过当降价会导致大量利润算失 不降价却不会导致很多市场算失的时候 且也可能会继续维持原有的价格 当然企业也可以在保持价格不变 甚至是提高价格的同时改进产品服务和信息沟通 从而提升顾客心中的感知价值 此外企业也可能专门推出廉价的产品线进行反击 正如滴滴打车在面对其他低价产品竞争时 为了避免陷入恶性的低价竞争 从而损失利润和品牌形象 他在后面陆续推出了花小猪打车品牌 并且通过更为大力的折扣 优惠来打击竞争对手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